第十二题 当车子开上高速公路时 阿凯发现路旁之立牌如右 爸爸解释此为高速公路之速线 此时阿凯观察到爸爸车上之车速里程表 指针指在每小时120公里处 则下列有关是否超速的叙述何者正确 A高速公路的速线 是指车子在高速公路上的平均速率 不可超过每小时100公里 这个是错的 有关于超速 目前民国107年10月 只有在万里隧道是用平均速率来算 其他的都是用顺时速率来算 所以选项A是错的 选项B 车子的车速表显示的是全程的平均速度 这个是错的 我们车子所显示的是 我们现在立刻马上当下的快慢 也就是顺时速率 而不是平均速度 选项B是错的 选项C 阿凯爸爸并未超速 因沿途车多使其平均速率变慢 这个是错的 因为刚才讲过了 是否超速是用顺时速率来看 而不是用平均速率来看 选项C是错的 选项猪 阿凯爸爸已经超速 因为当时车子的顺时速率 已经超过高速公路的速线 这个是对的 我们指标上显示 我们的速线是每小时100公里 而阿凯爸爸已经开到每小时120公里 所以已经超速了 选项猪是对的 第12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有关是否超速的 迅速合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阿凯爸爸已经超速 因当时车子的顺时速率 已经超过高速公路速线